又回到我们眸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华文汪,你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疫情经济反网报 今次我们就说一下India 什么事呢 就是最近印度很多在当地公司 尤其是我们经常说的 这些手机知名品牌 中国国产手机知名品牌 经常被人查水标 最近印度当局对两家小米和Vivo 进行了所谓的突击搜查任务 而且是诉讼还有资产扣额的 行动也是有出来的 上星期又是指控OPPO 是有逃税漏税的现象 但是呢 印度媒体也挺老实的 他就说 其实呢 加紧整治中国 手机制造商 亦都可以帮助四个字 印度制造 喂 但是这么说 买东西 不是 这家 这几家手机制造商 如果他真的有犯法 那你就惩罚他 但是 最后印度的民众 你知道印度人就 比较务实的 对于价钱的 精明 精明消费 精明消费 为什么 中国国产手机在印度 这么坚挺 经常 尤其是小米 占了 很大的份额 因为性价比高 你以为印度人傻的 你 你只是说印度制造 那就可以 是可以了吗 说真的你做些小动作 就可以 可能真的会扳倒中国手机 如果你真的做些小动作 再加大动作 搞得他很麻烦 但是 究竟你的印度制造的质量 或者的质量 是不是真的会上去呢 我就不觉得 始终你都是有自己的 实力 所在才行 你搞小动作 其实没什么用 这个不是我 想不到 印度媒体都很老实 这样我们就可以加强印度制造 我们看到 印度加大了 对于他们这个国家智能手机市场 占据 几大 名列前茅地位的中国公司的打击力度 採取一系列加剧 这两个超级 人口大国之间贸易紧张的法律 的行动 好像 以自身品牌和 高人气的 Vilme Vilme很棒的 另外 品牌销售 智能手机OPPO 其实 上星期 都是被印度监管机构 你们吐税 没多久之前印度当局 亦对小米和Vivo 的办公室 是采取了这个 突击搜查 还有诉讼大规模的资产扣额行动 这三家中国的超级科技巨企 加上 很厉害 是占据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 六成份额 哦 其实印度有没有自己品牌有 但是 就比较 不是那么受欢迎 难听说 如果你使用横手 究竟是否可以呢 你打击了中国 还是其他国家 其实中国还是其他品牌的 是吗 采取这些行动的 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新德里方面 寻求打造国内科技行业 减少对进口中国 制成品的依赖 与此同时 边界九番 令到这两个国家 当然两个都有核的 的关系是变得冷淡的 虽然 印度就说没有政治动机 但是你们的报纸说有 这个好笑 有点 利益冲突 有点 哎呀 其实印度政府就说 哪有政治动机 其他国家我相信 但印度我就不太相信 莫迪政府 就说 坚称针对中国公司法律行动 没有任何政治动机 但是近期的 突击 搜查 即是查水标的行动 加剧了外界对印度 的外商投资环境长期 抱有的担忧 本来已经很担忧电动车构势 他都不敢此时此刻都没有在印度车厂 他肯定有想过 我们看到 边境 紧张 这个印度快步说的 就令印度加强对中资企业的审查 你们的报纸很老实 值来值往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不信任程度 高了这个现实 这些公司 有任何 可能 可能不受到印度政府 关注的 东西 以前他就不关注 现在都可能会 特别关注 特别关注 打引号 就是查水标 如果你看到 OPPO 和VIVO 总部位于 东莞 其实他们就说 你们涂税有439亿 即是5.56亿 美金 印度税收情报局就说OPPO通过 错误申报进口商品 以及 未将特许使用 费和许可费计算入他们价格之内 获得较低的关税 印度这个税务部门 要求OPPO保齐税款 这家公司 是没有任何回答的暂时 我想 应该在拆 怎么办 VIVO 说得挺厉害 印度 有48个经营点 都遭到人家查水标 特激手查 上上星期被扣押了6000万美金的资产 对此 中国驻印度大使就说 印方对中国企业的 频繁调查 是扰乱了这些企业的 业务运转 当然了 VIVO 就说现在全力配合 印度当局的调查 我看到那些网友很开心 印度 真正有法治国家 不是吧 惊他 其实他们说话 他们都不相信 你信不信 如果是这么诱惑 为什么不移民印度呢 问得好 其实他们就是 带着情绪 带着 这个agenda 总之你搞中国就是有民主有法治 当然是得胆少 我们看到 VIVO 48个点都被人突击 检查 其实今年早点 印度金融执法部 也指控小米 非法向外国 汇出7.25亿美金 外国是指印度以外的国家 印度智能手机市场 就是小米 大家都知道 应该是 小米就是 老头 我们看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公司成为攻击对象 可以预想到 边境的对峙越来越久 面临风险的中国企业 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执法当局的指控似乎 这个是印度 希夫纳达大学的教授 他也说印度当局的指控似乎不太可能有 更贵 不过他搞你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说真的 跟三星一样 中资设备制造商 从一度风山水起的印度手机 手机品牌 其实印度手机品牌也试过 是光荣过的 不过就抢了份额 当然 为什么呢 因为 印度的 用家说 中国的手机技术更加新 更加先进 而且更加便宜 这个 你只可以教 教你的人去买 你的印度手机 但是你教别人去买 莫迪都说 教别人去买多些自己的产品 为什么不买 刚才 说过 因为人家技术更加好更加便宜 是啊 是不是应该自身找原因 对印度政府来说 中国智能手机製造商的主导地位 是一个恥辱 因为 莫迪经常说 Made Ind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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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他都可以印度制造 当然 印度政府为 本土制造提供一些激励的机制 这是印度政府减少对 其他国家进口的 一个 叫做 计划 不单止中国 他也说对其他地方也要进口少一点 多数 中资手机製造 其实 他们在印度製造手机 老实说 他是中国牌子 但是他也是Made India 也是Made India 对 已经在当地投入巨资 这位教授也说 其实也在当地聘请了很多人 究竟你搞 中国的 製造商 究竟对不对 查水标 其实最后也害到你本地人的工作可能没有了 当然 印度方面说 我们没有歧视中资 我们对于公司的看法不是由于 他们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他就说 存在法律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遵守的 任何人 是没有免费的通行证的 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任何人 我们是个港法治的国家 我都不敢说下去 我们是个港法治的国家 都是那句 我都问一下那些皇友 有法治有民主 他们 表面上都是一人一票的 去移民 印度 曾经 明确冷落 中国企业 在2020年4月 印度和他们接养的国家 的直接投资 是实施限制的 当时 新冠 削弱了 印度企业 令到他们 陷入容易被收购的脆弱 的一个境地 有些中资想收购也收购不了 我最记得当时新冠他们还说 就是这些手机制造商的工程师 你们不要来 而且 不是 中国内地人 很多是 台湾地区人士来都说 不要来 不想来 我们 我们怕你们搞到我们有疫情 之前 印度好像很劲 2020年当然 夏天的时候印度 想不到两年 日子真的过得快 印度 两年前夏天就和中国之间 爆发了致命的边境冲突 因为有人命损失 商业行动也开始对峙 不断升及天王 印度 就以国家安全理由 封锁了几百款中资开发的Apps 即是这个Application App 包括 字节跳动的TikTok 其实当时很多印度人很不拒 因为他们 通过TikTok 做了网红 赚到钱 不过 说真的印度人也会翻墙 都会翻墙 其实我们看到突显了中印贸易关系是多么复杂 经历了2020年 即是当时边境冲突之后 那时是低迷的两个国家关系 中资对印度的初创企业投资 就达到了 居然 达到了新高 三年的新高 中国资金不是在初创企业生态当中再次强劲起来 阿里巴巴和腾讯 都在印度有大量投资 与此同时 中印边境贸易也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其实在2022年头三个月 从中国进口了277亿的 商品的印度 当然 中国主义是什么去到印度呢 电子产品化学品和德国差不多 还有汽车零件 但是战略性行业 依然是禁区好像华为 当然都是 被印度打压 现在为了印度制造四个字 这样乱减茶水标是否好事呢 其实不单止中国公司担心 好像宝杰 他们的 印度的前CEO 达斯 他也说 印度 现在是 令到有些人是不安的 因为外来投资者担心 会不会是有 公平的竞争 环境 不过这个 暂时 暂时还未针对到他们 但如果你说是否一个公平的环境 应该就难 甚中有数 没错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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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